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春天花朵主题的下午茶 我非常期待 今天是充满春天和花朵的一天 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赏花 踏青 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春季活动 这些其实都指的是在春天出门游玩 我们可以称这些活动为春游 在春游的过程中 人们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 感受阳光的温暖 这有助于减轻压力和舒缓疲劳 可以让我们欣赏春天的美景 同时也可以放松身心 享受快乐时光 今天我来春游的这个花园 有各种各样的鲜花 它们全都盛开了 甚至每个树枝上都开满了鲜花 真的像一片花的海洋 我们可以用花团锦簇这个成语来形容这样的美丽景色 我们可以说春天公园里花团锦簇 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和舒适 公园里有很多美丽的蝴蝶 还有嗡嗡叫的蜜蜂 它们都被这里的花香吸引了 每种花都有自己特别的花香 这些花香充满了空气 四处弥漫 让人感到非常舒服 真的是花香四溢啊 公园里有很多花朵 比如樱花 玫瑰 桃花 玉金香 兰花等等 它们的花瓣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在中国文化中 桃花有特殊的意义 它是幸福和爱情的象征 桃花运指的是一种好运气 特别是在爱情方面 有桃花运的人 指的是这个人在感情 爱情方面很顺利 有一首中文歌叫做桃花朵朵开 也表达了对春天和爱情的美好祝福 今天阳光充足 温度舒适 不冷也不热 很多人都在公园里拍照 春天大自然花团紧簇 花香四溢 到处都像万花筒一样迷人 我们可以用春意盎然这个成语 来表达这种感受 它的意思是说 春天的气息非常浓郁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通常用来形容春天的景色和气氛 让人感到非常舒适和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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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花园回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去喝下午茶 这次我们预约的是春天花朵主题的 这是一个季节限定的下午茶 这次下午茶非常漂亮 几乎都是粉色的 我们用手机一直在拍照 根本停不下来 这次和我喝下午茶的朋友都是女生 我们都是好姐妹 或者也可以说是闺蜜 闺蜜是非常亲密的女性好朋友 可以相互信任 分享秘密和互相支持 我们在喝下午茶的时候 什么都聊 从电影 电视剧到明星八卦 再到个人生活 我们无话不说 享受完下午茶 我们准备回家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